請接部長 博委員您好 部長您好 部長 這幾天 我們台灣史上 發生很嚴重的 炸探客的事件 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當然知道 那既然 也發生在你所主管的 重大交通 的設施 也就是高鐵的車廂 那我要請教一下 我們交通部好像 很淡定 高鐵的時速 高達 將近四百公里 而且高鐵的整個 安全測試方面 好像 沒有任何加強的遺地嗎 報告委員 其實沒有很淡定 我們事實上是非常的 嚴肅的面對這件事情 會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是覺得非常的 不幸 那但是呢 我們高鐵 我們交通部還有高鐵 都一直就是有這些 緊急應變的一些 防災啊 防這個 恐怖啊 等等的這些措施 像以高鐵來講的話 它每年啊 都有這個 這種應變的演習 比如說可能有人放炸彈啊 可能有人放毒化物啊 等等的這些東西 這個一直就在車站 在各方面都有做 就是過去本來就有這種routine 那這個事情一發生之後呢 高鐵局還有台鐵局呢 都已經要求呢 各產站 高鐵的車站還有台鐵的車站呢 都加強這些就是工作人員 還有這些鐵路警察呢 加強巡防 然後各種的這個人員也有加強 我們也跟高鐵局的這個鐵路警察局也講過了 部長 部長 部長不是為了要打斷你的講話 其實你們這樣做了一大堆啊 根本一事無補啊 你們在這裡面做防萬衛人的工作啊 你們為什麼不做安全呢 這個 這個問題是這樣 如果你做了安全的話 你裡面大口不必做這些呢 勞蘇動眾 而且根本的 你那在裡面做防萬衛人的工作 無效啊 有效哪有那些 汽油彈在我們車廂裡面找到嘛 對不對 你應該在外圍耶 就要能夠來把關耶 管制耶 排除啊 這個才是重要啊 不是說你裡面 做到多正面 多打拼 大家 多用心 大家這樣多 開國警察 搞得人心煩煩 到最後還是一事無補啊 報告委員這個事情是這樣的啊 報告委員 也有不少人提這樣的意見 那我們也認真的研究過 那事實上目前全世界啊 高鐵啊 會做安檢的 只有中國大陸是這樣子 其他的地方都沒有 除非是說像歐洲這個 要過這個國家邊境的時候 有特殊的情況 否則的話是都沒有的 因為如果我們也可以在 考慮做這個 可是要做這個的話 第一個 每一個那個車站呢 要有X光的這個設備 要有這樣的一個場地 那第二個呢就是說 對於這個民眾呢 未來這個上高鐵的呢 就會增加非常多的 事先的檢查的時間 所以這裡面呢 是不是一定要這樣做呢 我想我們會再做進一步的評估 欸 部長啊 你說這樣你就是不要出國 不要去大陸 安檢會擋很多的時間 你現在只要有那個 背包 行李的話 那很順序就通過了啦 X光的照射哪裡會擋很多的時間 欸 部長怎麼會這樣說 那是 有丹波 聽我們的母戒認念 怎麼說呢 那你通過是很快的 沒丹波啦 我覺得你要考慮啦 因為台灣的問題呢 跟其他的國家不一樣 因為台灣的問題呢 藍力鬥得很厲害啊 那台灣你要知道 到目前為止 你看 連勝文 在行李的時候被打槍 阿扁呢 兩顆子彈的事件 還有呢 很多因為 選舉的暴力等等啊 到現在 還是無法防犯未然啊 那我們在高鐵呢 能夠做好這些 事前的一個安全設施啊 我想 我們的所有 工作人員 也不需要這麼樣的 膽戰心驚啊 這邊那個疲勞轟炸 所以我我剛剛跟委員報告過了 就是說我們事實上會 會評估這樣的可能 只是我剛剛也跟委員講了 目前是只有中國大陸 有做這件這樣的一個工作 還有我在本席再提供你一個建議啊 包括捷運 捷運現在在台灣是很普遍的 但是捷運的外圍 進出口站 以及呢 重大的一個車站的外圍啊 我想你們要加 加強呢 這整個監視系統啊 你們有時候都仰賴 地方政府 政府都是鬧窮啊 有時候不見得呢 在捷運車站 捷運系統的外圍 有這方面的一個監視系統的加強 所以本席給你一個建議 是 那加加以說呢 有時候呢 我們交通部不要本位主義很重 剛才聽了你的報告 以及呢 我們公路法的修正 以及發展大眾捷運 這個條例的一個修正案 有時候好像都你們說的就對 這些委員提案的好像都是不合實際 我想你們討論一下 不見得說委員呢 提案 委員提案的時候 也就是監禁 名譽的一個高章 也是實際呢 一個需求 所以說希望你列入考慮 當然你們 委員的這些提案呢 都相當的寶貴 也不要說呢 你們馬上就把它否認掉 而且在磋商的時候呢 好像本位主義太重的話 我們最後會尊重委員的這個委員會 提供給你做參考 是 謝謝委員 包括呢 本期今天也特別要 給你一個建議 有關於大眾運輸補助來源呢 不一 所以說呢 亂象重生啊 所以建議成立大眾運輸基金 來統一處理啊 所以說 請問部長 過去所謂有個中央主管機關協調相關機關 背內的 實際執行的情形如何 我請你說明一下 當然有一些 每一個那個大眾運輸的情況是不一樣 比方說 在殘障 這個 這個身心障礙啦 老人優惠這種呢 可能有 有的是地方政府補貼 有 那這個中央有的是用交叉補貼 比方說呢 有一個有一些呢 像那個 電動公車 目前呢都是我們交通部在補貼 所以的確每一個 這個來源是有一點不太一樣 沒有錯哈 那委員提了這個大眾發展的這個 大眾運輸發展基金這個東西呢 我們不是反對 而是呢 事實上這個基金的成立呢 可能還涉及到我們主計處 我們這個經驗會他們的態度 所以 而且另外就是裁員的問題 就是要成立這樣一個基金 這些錢究竟是從哪裡來 那我們目前呢 剛剛委員提到說地方政府 現在是很窮困哈 事實上我們交通部 現在的這個預算 也是非常的緊張哈 所以呢 是不是有額外的裁員 來做這些事情 那如果說能夠找到一些新的裁員 我想當然我們可以考慮 所以說呢 這樣很混亂的一個補助方式呢 難怪引發的會議 補助的單位 有基金 有公務預算 有中央有地方 這些都針對 這個票價 那我們交通部另外還有針對業界的補推 討論起來呢 牽涉的範圍相當的廣泛 難怪你們要整個在補助的這些細項裡面 你們根本有時候就沒有辦法來掌控一切 所以說搞得呢 好像說民眾受到補助 但是呢 有時候給最輕巧 他這方面有要保障 你是你像我們離島的話 有補助呢 65歲的話 免健保對不對 那你說包括呢 在引發議論的 離島的機票 目前是民洋周圍基金來補助 對 一年要發揮五億多 離島的船票 自由交通部的這些行政司 編類公務預算 一年大約發揮補助了四千七百多萬 對 那僅就由各縣市政府自行負責 啊 所以我想這種紊亂的一個補助方式 希望能夠本時建議 透過呢 我們這個大眾 啊 運輸基金的統一處理啊 我想我們江東部 葉部長你也是一個德政 所以本時提供給你做一個參考 是謝謝 我覺得那個方向是值得考慮的 就是剛剛跟委員講的 主要是裁員是怎麼來 另外就是其他的部位 沒錯 你不要聽聽回來就忘記了 不要啦 反正這個世襪啊 不要跟你張 我沒有跟你拍過桌子 所以你比較不重視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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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要說在野黨會拍桌子 會露罵你才會重視 我希望 不要人上騙人宿喔 特別給你聽一下 包括我們直轄市新秀的四道跟七道 中央代管的旗艦只到改治後三年 老長 因為這個時甲你已經新北市或這些五都改制了這麼多年來 恐怕造成立法及失效的問題 所以說本期特別關於神正宴版本的公路法 提到要徵受執行市的四道跟七道 第六條要規定四道七道可以委託中央公路主管機關 也就是我們公路總級來代管 但委託期限最多只能到直轄市改制後三年為止 我跟你講新北市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已經升格了 到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就滿三年 那時候還不知道我們公路法修正案是否能夠順利完成三讀 保重啊五阿島完成三讀還沒有完成半讀 這個方面有這種空窗期你們要注意一下 你們要注意一下 還有接下來本期要特別建議也要你重視的 我們舞陽高架的問題以前沒有人幫你問的出答 什麼時候通車 你們不能呢 直接了當一下 比較有担当一下 不要說不知道 報告委員我們舞陽高架今天早上完成所有的那個必要的程序 所以我們現在確定 這個禮拜五呢會有通車典禮 禮拜六會全線的開放通車 會不會跳票 不會 包括還有新北市 我們中央在新北市的所有交通重大建設都跳票 還有淡江大橋 報告委員那個淡江大橋 2012年年底要開工典禮 2015年的時候呢要通車典禮 有沒有辦法掌握住這整個 報告委員淡江大橋主要的問題呢 是因為在路線的選的時候碰到了十三堂遺址的文化 我不知道怎麼樣你們去排除 我們不需要了解那些 你們做官的你的前者單位你們自己要排除困難 不然補充就能做 只有這個問題而已 第二個就是我們呢 三環三線 捷運機場線也跳票 有沒有辦法掌握進度 請你報告一下 捷運機場線現在我們正在密切的跟那個廠商呢 研議 廠商是有初步提出一些他的這個時程對不對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完工 那我個人覺得不太滿意 所以我現在也希望高鐵局呢 再跟廠商進一步的來查證 確保呢 這個工程呢 是呢 雖然會延期但是能夠盡量提起 好我希望能夠出來一兩個禮拜內 包括本席險期頂浦縣 捷運終點站 你們也跳票 本來無業運要通車典禮 你們現在能夠延到什麼時候通車 遙遙無期 接點的話 本席相當的重視 包括 萬大土城市民線 包括三一線 你們現在都跳票 開工的典禮 我希望你掌握進度 不要再跳票 再三重大工程的跳票 執政黨明年二零一四年七五一的選舉也不用選啊 為什麼 靈異這麼的低 而且重大的建設 自行編列預算 而且自己掌控進度 都沒有辦法來 保惡這個最佳的時期 我希望你好好的重視 不要讓執政黨 撈開 謝謝 謝謝 謝謝盧嘉誠